牙齒除了幫助我們咀嚼食物之外 也會影響胰容 不少人會花時間 照顧好牙齒和口腔健康 然而願意花錢 為牙齒做造型的人並不多 本地就有裝飾牙齒的美容服務 今天的潮流解碼 我們帶你了解 為牙齒做造型有什麼選項 以及要注意什麼安全事項 這一天 24歲的劉以浩 來到詩九茂家 來領取剛做好的牙套 不過以浩定製牙套 不是為了矯正牙齒 而是純粹裝飾用途 這已經是以浩定製的 第四幅裝飾牙套了 這個最新的款式 是一個司機架跟爺爺書臉 因為我平常的set 都是沒有設計的 所以我就跟Russell在想 可以做什麼酷的 因為我從小聽跟看 那些嘻哈的明星 我覺得他們的牙齒都很酷 然後我在新加坡 我找到一個朋友在做這種牙齒的款式 我就覺得我做一些set 裝飾牙套的穿戴相當便捷 不到三秒就能套上 摘下也同樣簡單 使用方式和家用型牙套相似 裝飾牙套的價格是設計和材料而定 一般最低從250元起跳 為了確保牙套安全耐用 試酒帽會使用925銀和18K黃金製作骨架 再按照顧客的要求 使用鑽石或莫桑石做點綴 而酒帽做過最貴的牙套 是一副要價3000多元的鑽石牙套 最難忘的是我第一次有一個顧客 他想要做八顆牙齒全部翻鑽石了 因為我覺得那時我覺得我沒做過 然後我也覺得這種設計在美國方向 好像別的國家穿的 是很多大明星穿這種的 所以我有興趣想做這種 施酒帽在加拿大讀書時 注意到許多人佩戴裝飾牙套 畢業回國後 他原本也想找人製作一副 卻找不到 於是就決定自己動手製作 並在2016年全職投入進這份工作 我大概花了差不多一年時間 來試試做很多樣本 可是我也發現到了 做牙齒的過程需要很多 好像融金融銀的高溫度和很多設備 所以我去找了一個珠寶師傅 跟他在工廠裡學習 到現在我還在跟他一起做 我已經做了大概五年多 我大概跟他學了簡單的東西 大概兩三年現在是自己做 可是如果有什麼問題我再問他 他會叫我的 由於牙套會同口腔 口水緊密接觸 需要承受得了嘴部咀嚼和吞咽的壓力 所使用的材料除了必須無毒 飽食鑲嵌技術也得穩固 韭茂一位大約400名客戶製作過牙套 至今沒有聽說意外吞噬組件的事故 不過要佩戴這類牙套的人 需要擁有健康的牙齒 如果有牙齒脫落就不適合佩戴 收訪牙醫也提醒 穿戴牙式容易累積食物細菌 使用者需要照顧好口腔衛生 避免導致蛀或牙周病 這種牙齒就是一定要保持得很乾淨 就是用牙纖刷牙 因為這些我們已經知道這種牙齒 不是很適合牙齒的形狀 就是累積很多食物 累積很多細菌 而要訂做裝飾牙套 也需要經過一些程序 顧客一般會先在網上向韭茂咨詢 討論和決定牙套設計之後 顧客必須上門製作牙膜 顧貓接著會在工作室開始製作牙套 過程前後至少三個星期 交貨前 顧客還需上門試袋 確保尺寸無誤 向他訂購牙套的顧客 年齡介於18歲到50多歲 由於裝飾牙齒算是另類潮流 顧客群並沒有太大增長 他主要服務的是回頭客 顧貓表示 一副牙套如果照顧妥當 使用上五六年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他建議使用者 在睡覺和吃飯時不要佩戴牙套